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办事处等驻地机构 代为向该国说明 除了受日本承认的195个国家外 也将一并通知联合国 欧盟有关于纽约与日新天皇上任与新的元号 根据日本内阁决议 日本政府目前承认的国家数共有196国 其中扣掉日本本国 则有195国 其中并不包含台湾 巴勒斯坦 索马里 以及朝鲜 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 新年号会在4月1日当天举行新元号肯谈会 并由首相与参众两院 德政府议长讨论 经全格连会议协议 发布改元政令后 在邀官房长官监一位对外发表 新元号发表后 会在5月1日得人皇太子及妹后正式启用 东森新闻与这个报道爆出之际 台湾岛内的2020选址一席正在升温 民间党的蔡英文和赖清德都在下毒的事后 台独的大佬们也纷纷出境 当头一盆凉水 还是来自许多台独整天高喊 必须尽善的日本 他们中的一些人 甚至曾经期待一旦台海发生冲突 日本还会持援 呵呵 有意思的是导内网民的反应 蔡英文当局 这次看你怎么出招 在这次看你怎么出招 这次看你怎么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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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